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 因为健康亮红灯 昨天送院治疗 一马公司案审讯被迫提早结束 案件原定今天续审 不过纳吉因为生病住院 审讯被迫喊停 纳吉的律师沙菲蒂 告知吉隆坡高庭法官 他今早7点半和9点半 两度接到医院的通知 纳吉因病入住吉隆坡中央医院 他的血压出现波动 接下来几天 必须接受一些检查 之后也将转送到国家心脏中心 如一副检查司没有反对 因此法官批准纳吉律师的请求 取消今天的庭审 明天下午会在传照辩方 了解纳吉的状况 纳吉上个月因为SRC案件 醉成入狱后 已经不止一次进出医院 他上个星期因为肠胃问题入院 但隔天如期前往法庭 出席一马案审讯 但他服用血压药物后 身体出现不良反应 昨天再度送院 嘉颖监狱人员更是形容 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